退休老人最好的自律 福不享尽 是不做绝 话不说满 退休了 不要上班 每个月都有收入 自己还有了存款和房子 儿女也成年了 看起来一切都是圆满的 但是我们不要高兴 太早 古人云 水满则易 月赢则亏 任何事物 太满了 就意味着要亏损了 让自己处于不满的状态 才是上策 因而 我们要自觉做到以下几点 让人生持续变好 一 福不享尽 留于子孙 有一句很难听的俗语 老人常受克子孙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万万年 尤其是有退休金的人 反正吃喝都靠自己 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顾虑 现实 现实却不那么乐观 就是有退休金的老人 一旦进入了苟延残喘的阶段 还得麻烦子女 甚至子女不得不辞去工作 履行孝顺的义务 最可怕的是 有的老人没有什么钱 但是对子女的要求很高 随时都伸手向子女要赡养费 子女苦不堪言 老人却乐在其中 在电视剧天道里 丁元英的老父亲生病住院 并且已经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了 经过多番治疗 老父亲不见好转 丁元英问医生 我怎么做 才能让我的父亲死 医生愣住了 怎么有这样的儿女 居然放弃父亲的生命 从道义上来说 丁元英做错了 但是从现实生活条件来看 他也有苦衷 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丁元英的做法 导致兄弟姐妹发生了争执 一方面是考虑医药费的问题 一方面是要不要继续拯救父亲的问题 是啊 儿女都是中年人 都要养家糊口 都面对上有老 下有小的问题 万一因为照顾父母 弄丢了工作 以后再去职场 就难了 作为老人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儿女的痛苦之上 身体健康的时候 吃点亏 主动帮助儿女带娃 也尽量不麻烦儿女 在事业上 尽量帮儿女 让儿女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平时多锻炼身体 但是不苛求长寿 百正心态 能够活到平均寿命就够了 父母承载了大家庭里很多的困难 也不苛求儿女给自己多少回报 对生命长短 有自然的心态 那么儿女尽孝就容易多了 并且儿女也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一个家庭 生命在接续 福气更要延续 老人 不要为难子女了 二 事不做绝 让人一步 菜根坛中说 净路窄处 留一步与人行 滋味浓食 减三分让人长 人在任何年纪 都要礼让别人 尤其是在利益上 不要什么好处都占有了 有的退休老人 认为自己劳苦功高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就到处讨要 殊不知 我们是因为有了单位 才有退休的可能 就是你自己缴纳了社保 也是有地方管理的 不是空穴来封的 还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就是说 人老了 犯错了 也没有人可以奈何 尤其是七八十岁的人 就是横着走 别人只能让一让 怕触碰到 更担心老人倒地不起 或许是社会上的好心人多了 年轻人的忍耐性强了 反而让一部分老人 得寸进尺 从而把道德败坏 甚至触碰了法律底线 在关海说法 平台上 立举了河北的王大爷 王大爷本是生活在郊区 老房子有两百平米 在拆迁的过程中 开发商答应给老人 两百平米的房子 并给了补偿款 王大爷住进新房 发现证件上写着 一百九十三平米 他马上就火了 凭什么少了七平米 在和开发商争吵之后 王大爷把楼梯间 当成了自己的家的一部分 导致楼上的住户 无法下楼 不管谁来调解 王大爷都不同意 最可恶的是 王大爷把楼梯拆掉了 面对自己的错误 王大爷没有认错 还要楼上的住户 给他五十万 明显 王大爷的做法是违法的 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人老了 千万别 以老卖老 常常在别人面前礼让 自己的德性才会高尚 并且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 也会得到左邻右舍的帮助 要知道 狗被逼急了 会跳墙 兔子急了会咬人 人被你逼急了 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是外出旅游 还是在小区生活 让一让 天地宽 路好走 三 话不说满 事实沉默 老人喜欢唠叨 还开口就说 当初我如何厉害 关不好自己的嘴 就是关不住各种恶果 乱说 最容易得罪人 卷入是非 事实上 退休老人会慢慢被时代淘汰 对新兴事物不太理解 对于年轻人的做法 是不会百分百认同的 在教育子孙的时候 应该尊重 并且虚心请教 不能居高临下 在和外人打交道的时候 多一些倾听 不要激怒对方 若是自己错了 应该道歉 关于对人的承诺 应该考虑清楚 不要随意拍胸口说话 言语有了回旋的余地 在激发矛盾的时候 能够沉默 那么我们的生活环境 就会和谐 待人无法中说 知人不必严禁 严禁则无有 则人不必苛禁 苛禁则众远 少说几句 接纳别人的言语 注意自己的口气 身边才有亲戚朋友 才能融入社会 四 人到退休 单位不管你 身边的人尊重你 但是不代表 你可以为所欲为 而是要自律 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标杆 晚清名人曾国藩 建立了自己的书房 然后提名 求确斋 以此要求自己 保持谦虚 放大做人的格局 从而人生一直安稳 记住 年纪大 不等于人生圆满 也不是社会的精英 而是回归平凡 它是生活 故事 六十岁阿姨哭诉 到了晚年才明白 儿子和女儿 真的不一样 儿子是面子 女儿是李子 这句话在民间广为流传 有过为人父母经历的人们 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悟 生了儿子的父母 面子很光鲜 生了女儿的父母 李子很舒服 生儿子和生女儿的区别 只有过来人 才会有深刻的理解 对此 六十岁的方阿姨说 她到了晚年才终于明白 儿子和女儿真的不一样 方阿姨 我今年六十岁 老伴今年六十三岁 我俩都已经退休多年 却一天的清闲日子 都没过上 我俩每天都过着 起得比几早 睡得比牛晚的日子 每月退休金加起来过万 兜里却没有一分钱 我们之所以将退休之后的日子 过得比退休之前还要忙 解因为我们那个独生的儿子 要不是为了给儿子的小家做奉献 我和老伴 退休后的生活 一定会过得极其滋润 儿子今年三十五岁 他尽管已经成家立业 却没有丝毫的责任与担当 一心一意地坐着啃老族 他在一家公司里坐着最基层的员工 每个月拿着五千块钱的工资 儿子的收入不高 过日子却一点都不知道勤俭节约 买东西时从来都不看价钱 仿佛家里有矿似的 而媳妇上班也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根本挣不到多少钱 即使是这样 小两口还天天合计着要生三胎 对此 我感到非常的不理解 咱家又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 没有庞大的家业继承 他俩生那么多的孩子干嘛 虽然我反对他俩要三胎 却不敢说出来 小两口自己喜欢生 如果我拦着 他们肯定会骂我多管闲事 第一个孙子出生那年 我刚退休不久 就被儿子抓了撞钉 儿子说 既然我已经退休了 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没啥事 还不如在他家里发挥发挥余热 给他们减轻生活的压力 我不想离开自己家 因为孙子出生那年 老伴还没有退休 儿子家里距离老伴上班的单位特别远 所以他不能跟着我一起住到儿子家里 老伴不会做饭 如果我走了 他很可能连一口热壶饭都吃不上 可是 面对儿子一通又一通的催促电话 我实在是无力拒绝 老伴见我为难 就劝说我答应儿子的要求 他说他可以学着自己做饭 让我放心地去儿子家里带孙子 等到孙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俩就可以团聚 儿子催得很急 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辞别老伴 住到儿子的家里 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懒惰的人 自从我和他们住到一起之后 他们就将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推给我做 还不交给我一分钱的生活费 如果我让小两口帮着我做事 或者给我一些生活费 他们就会给我撂脸子 让我的心情非常糟糕 几次三番之后 我就懒得再和他们计较 自己出钱出力地过着 我想着再熬上两三年 等到孙子上幼儿园之后 我就可以解脱 谁知我好不容易熬到大孙子上了幼儿园 却又迎来了小孙子的出生 家里一下子有了两个小孩子 家务事就更多了 我每天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做所有的家务 每天都累得直不起腰 儿子和儿媳妇却一点都不心疼我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劳动果实 我实在受不了 就告诉儿子 我太累了 想回自己家 儿子却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我 他说 我每天只不过是带带孩子 做做家务而已 哪里有我说得那么辛苦 如果我坚持要回家 他就再也不认我这个母亲 为了不被儿子怨恨 我只好继续坚持 在小孙子半岁的时候 老伴也退休了 老伴见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天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于是就主动搬到儿子家里 帮着我一起带孙子 自从老伴搬过来之后 我的工作量就减轻了许多 两个人一起做事 说说笑笑的 日子好打发多了 虽然家务事轻松了许多 但也有不好的弊端 那就是 自从老伴搬到儿子家里之后 他的退休金 全都花得精光 在老伴没有搬过来之前 花的是我一个人的退休金 自从老伴搬过来之后 我们两个人的退休金 就全部都奉献给了儿子的小家 老伴每个月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儿子和儿媳妇总是以各种名目 找他要钱 老伴脸皮薄 不好意思拒绝 只要小两口开口 他就会掏钱 在小两口的怂恿下 老伴给他们买了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车子是贷款买的 每个月要还五千块钱的车贷 剩下的一千块钱退休金 给孙子买些衣服和玩具啥的 就花得所剩无几 我和老伴每个月都将退休金花得精光 让我的心里总是感到恐慌 我担心以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万一有个三病两痛的 却因为没钱治病而遭罪 如今我已经到了六十岁的年纪 退休也已经很多年了 却没有好好地享受过一天的悠闲生活 这样的日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反观我的一个好姐妹 她的生活状况 却和我有着天壤之别 好姐妹自从退休的第一天开始 就过起了到处游山玩水的生活 她老伴的退休金 比我老伴的退休金少 日子却过得比我们潇洒多了 她老伴由于身体不好 早早地办理了病退 每个月只能拿到两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饶是这样 却一点都没耽误她俩享受生活 好姐妹的日子之所以过得如此的潇洒 皆因为她生了一个好女儿 女儿结婚的时候 不仅没让她们花一分钱 女婿还给了十八万八千块钱的财力 女儿的孩子也是由爷爷和奶奶带着 没让好姐妹操一点心 女儿知道老两口的退休金不高 于是就总是给老两口塞钱 让老两口提高生活的档次 每次我见到好姐妹的时候 她都是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开心得不得了 自从我有了强烈的对比之后 就对生儿子和女儿这件事情 有了清醒的认识 通过细心观察 我发现那些生了儿子的父母 日子大多过得很辛苦 而那些生了女儿的父母 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格外的轻松 自从有了比较之后 我就非常羡慕那些生了女儿的家庭 如果能够选择 我下辈子一定要生女儿 再也不想生儿子 因为儿子只是面子上好看 却一点都不实用 接触语 很多人认为 既然都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那么无论是生儿子还是女儿 结果都是一样 无非就是我们养儿女的小 儿女们给我们养老 他们往往到了晚年才会发现 原来生儿子和生女儿真的大不一样 由于性别的差异 儿子一般比较粗心大意 在关心和照顾老人方面 远远比不上心思细腻的女儿 父母会在孩子独立后 再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吗 68岁老人说了实话 看到网友说自己已经成家 可六十多岁的父母 还经常故意说 把钱转存在自己名下 其实是父母看到他生活拮据 收入少 还要养孩子 还房贷 父母是故意跟他说 自己存银行时会忘记密码 采用这样的方式帮扶资金 最后 网友还说父母的爱和支持 就是我克服困难时拥有的最大的勇气 这让我想起女儿在南方上班时 我也会有意无意地 以各种借口给她发红包 身边的同事有人说 孩子都上班了 不给咱们钱就算了 凭啥还要再给予他们经济援助呢 还是给资金多存些养老钱吧 也有人支持在子女困难需要父母援助的时候 能力范围内帮扶一下的 对于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自己的一切早晚都是子女的 何不趁着子女需求帮扶一下 让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更融洽的呢 那么对于早已成家独立的子女 我们做父母的还要不要再给予孩子经济援助呢 社区里68岁的秦阿姨说了实话 秦阿姨今年68岁了 老伴走了三年 如今一个人居住在单位福利老社区里 独生儿子在离自己半个小时车程的市区里居住 他老伴刚走的时候 儿子儿媳希望他能够搬到市区里 跟他们居住在一起 这样彼此照顾起来省心点 可秦阿姨觉得自己在儿子 已经待了好几年带娃 不想孙辈人长大了 自己还在儿子家 想独立过几年清静的日子 秦阿姨的儿子儿媳从疫情开始的那年 工资就锐减了不少 再加上公司里的订单少 如今秦阿姨儿子的单位只发80%的工资 儿媳的工资也减少了不少 以前秦阿姨老伴在世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大几千 他时不时地能够帮扶一下儿子 觉得儿子每月的房贷有些多 自己也救着每一个孩子 每月给儿媳赚两千块钱 也不影响他和老伴的生活质量 可如今老伴走了 秦阿姨一个人的退休金只有四千多 若在每月给儿媳转过去两千块钱 生活会感觉紧张些 所以他老伴走的那年 儿媳主动提出来 让秦阿姨以后不要给自己赚钱了 自己留着花就好了 当时秦阿姨非常感动 觉得自己是个有福气的老太太 遇到如此通情达理的儿媳 感觉自己的晚年也不会差到哪里 可就在老伴过世没有半年的时间 疫情发生了 儿子儿媳第一年的时候 还能够自己坚持住 可等到第二年的时候 儿子一家人开车回来 看望秦阿姨的时候 或多或少都会跟他念叨起公司的不景气 感叹钱不够花 这点秦阿姨明显地感觉到了 以往每年到了生日过年的时候 儿媳都会给他买礼物 这一年明显地有些敷衍了 秦阿姨听了儿子儿媳的念叨后 也会上网看新闻 觉得自己应该帮扶一下子儿媳 就又主动给儿媳转钱 这次儿媳没有拒绝 而是非常感谢秦阿姨 打电话说的时候都哽咽了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父母存在的意义 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 而是当你想起父母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充满力量的 会感受到温暖 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因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 秦阿姨觉得这段话说得太好了 作为父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帮扶子女 不是义务 却是深情 不求回报 却是亲情的延续 等自己晚年的时候 儿子儿媳会记得自己的好 就这样 秦阿姨每月退休金一到账 就给儿媳转两千块钱 缓解了儿媳的压力 后来听儿子跟秦阿姨说 自己的丈母娘也会每月给他们一千块钱的资助 秦阿姨非常开心 感觉这才是一家的相亲相爱 如今子女们有困难了 他们做老人的身把手 年轻人会记得老人的恩情 会在老人需要的时候回馈的 秦阿姨身边的好姐们知道 她每月给儿媳转账 而不是给儿子 都感觉她是不是想得太少了 万一儿媳拿钱习惯了 觉得这是秦阿姨应该做的 等到秦阿姨需要钱的时候 装糊涂怎么办 秦阿姨却说 我自己手里还是多少有些积蓄的 我只是把每月的退休金拿出两千块钱给孩子 自己每月还是能够再存上点钱的 以备晚年使用 面对给已经独立孩子经济上援助的事情 老年人里有两种声音 一种觉得老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 别给子女添麻烦就行 至于经济上的援助 最好不要轻易付出 因为痴情父母鼓来多 孝顺儿孙谁见了 一种觉得都是自己的孩子 不能看着孩子为生活发愁 能力范围内还是可以经济上援助的好 毕竟亲情才是人世间最温暖的感情 晚年有子女的陪伴照顾比存折上的数字温暖 人世间里冯化成说 孝顺有两种 一种是给父母养口体 一种是养心智 我们大多数人 对于父母都能够做到养口体 至于养心智 那就是父母自己内心的感受了 我觉得秦阿姨的做法很好 在孩子困难的时候 如果父母都不帮扶 孩子还期盼谁帮助呢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们成人前的老师 与孩子把彼此的关系相处好 真心比存折上的数字强 我们都在说 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 最终依靠的是自己 但若是晚年的我们 看到身边其他人的子女经常来看望 或者亲亲热热地说话相伴 我们会不会羡慕呢 我相信 只要子女不是游手好闲 好吃懒做 天下的父母90%以上 会为儿女献出最后的一分光和热 期望天下所有的子女 会记得父母的恩情 记得在父母需要的时候 及时回馈父母的深情厚爱 儿媳重病婆婆却健在 儿子烦恼 娘 你要是能替你 儿媳妇就好了 张家大婶今年才五十多岁 却被医院诊断出得了不治之症 虽然及时动了手术 却不能保证人还能活多久 张大婶心里很难过 他唯一的儿子才刚刚结婚 他还没能抱到孙子 如果很快就得离开这个世界 他是很不舍很不甘心的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病已经得了 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张大婶的老伴 见妻子还这么年轻 却得了这样重的病 不知道哪天就撒手人还了 到时候他就成了官夫 下半辈子肯定不会好过 不免也担忧起来 自从张大婶动完手术 他不仅尽心照顾 还把家里地里的活都揽在自己身上 什么活都不让妻子干 就想着张大婶能养好身体 多陪他几年 张大婶的公共早逝 婆婆却还健在 闻知儿媳妇得了重病 他便哭哭啼啼找上门来 一边哭一边数落儿媳 说儿媳平时不知保养 总是没白没黑地拼命干活 谁劝也不听 现在好了吧 得了这样治不好的毛病 自己受罪不说 还坑了他儿子 孙媳妇以后生了孩子 也没有婆婆帮忙照看 真是命苦啊 还有他这个当婆婆的以后老了 也没有儿媳妇伺候 死了也没有儿媳妇送葬 张大叔见老娘 来了一句好听的不会说 还专说丧气话气人 窝了一肚子的火 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他冲着老娘就吼 你老人家就知道抱怨 早干什么去了 当年你还不是什么都不管 我媳妇连月子你不伺候 我儿子小时候你不帮忙带 我媳妇的病就是累出来的 现在你看我们倒霉了 不来帮把手就算了 还说三到四 娘 要是生病能替就好了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多活几年 少活几年也没大区别 你要是能替你儿媳妇就好了 张大婶的婆婆哑口无言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 她指定能骂的那人狗血淋头 但现在说这话的是她的亲儿子 她不能骂更不能打 儿子说出这话虽然不笑 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只是能活着谁想去死 她虽然年纪大了 也还是想多活几年的 别说生病的是没有血缘的儿媳 就算是自己的亲儿子生了病 她也不想替谁去死啊 而张大叔看到老娘不说话 她也有点后悔 但说出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是收不回来的 她只好硬帮帮地对老娘说 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况了 我得忙着照顾媳妇 还得顾着地 没精力管你了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要是生了病 我可没空去照顾你 张大婶的婆婆一句话 没说就走了 从那以后 她却经常过来看儿媳 她身体还不错 做饭的手艺还行 做了好吃的就送点过来 给儿媳妇吃 张大婶见丈夫顺着她 儿子儿媳孝顺她 现在就连一直不怎么对付的婆婆 也知道心疼她了 便放开心胸 好好养身体 她要努力活下去 希望能活着看到孙子出生 能再多陪家人几年 张大婶的遭遇不是个例 这些年 不少正当壮年的中青年 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人们却还顽强地继续活着 对这种现象 也不知道该如何评论 只能说 不管什么时候 还是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珍惜生命啊 父母越老越薄情的背后 隐藏着他们内心多少难以言说的深情 世间爹妈情最真 泪血融入儿女身 单结心力中为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陈世间最无私的爱 就是父母给予子女的爱 最期盼着子女快乐幸福的人 也是父母 小时候为你打拼生活 把自己能够给予你的都拿出来 期望你好好读书 为你的将来铺垫一切 等到你成家立业的时候 也是父母为你付出半生的积蓄 有的甚至背负债务 也要给你最好的婚礼 龙应台曾在书中写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父母越老越给你的薄情 不是他们内心真实的感情 是隐藏在父母内心不能言说的深情 他们永远期盼子女好好的 父母薄情的背后 是他们不愿意打扰你的生活这一生 父母在 人生尚有往来 父母走 人生只剩归途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 却不能陪伴我们走到最后 父母在老去的路上 越来越不会唠叨子女 是因为父母怕自己的唠叨被子女嫌弃 打扰到子女的生活 即使生活在孤独寂寞 父母都愿意独自承受 只要外面的子女好好地工作 生活 健康平安 是每个父母对子女的祈福 长大的子女最初还能够接到来自父母的主妇 天冷加一 天热防暑 总想着子女还小 照顾不好自己 等到被子女训斥几次之后 慢慢地也就放下对子女的牵挂和唠叨了 原来自己的好心打扰到子女的工作 甚至影响到子女的生活 那么我们做父母的会及时闭嘴 生活里 很多父母在子女需要的时候 不远千山万水 也要来到子女身边 帮扶他们带娃 做家务 即使父母把自己的一切都付出给子女 只要子女能够给予父母一个知足的微笑 一声妈妈辛苦了的话语 我们做老人的都心满意足 62岁的李阿姨在儿子家帮忙了八年 大孙子上学了 小孙女也入托了 李阿姨想着回自己的老家 独自过几年自己的日子 可儿子儿媳不愿意 他们觉得没有李阿姨的帮扶 他们会生活得一团糟 可李阿姨觉得 日子始终是他们夫妻自己过的 他长期在儿子家 不利于他们的生活 房间不够 孩子的教育等方面 很多问题 因为他在 大家都彼此隐忍着 等到李阿姨走了以后 儿子儿媳才发现 李阿姨的做法是为他们好 看似父母的薄情 实际上是为了子女 更好地独立地过日子 薄情有时候 是一种鞭长莫及的无奈 人生的枷锁里写 唯有父母的是独知情 才算得上是真正无私的感情 父母薄情的无奈里 是他们感觉不能再为你 付出了林青玄说 父母对待儿女 虽然儿女向风筝远扬了 父母的心 总还是绑在线上 充满爱的脸 是文字难以形容的 哎 只能体会 不能描绘 社区里 75岁的李阿姨病了 刚好外地的儿子 打电话回来 问候他的身体状况 他小声跟护工说 别出声啊 然后李阿姨跟儿子说 自己一切都好 正跟其他的阿姨在一起闲聊的 他还告诉儿子 如今的疫情 有点严重 过年就别开车来回跑了 跟媳妇孩子 安心就地过年吧 最后 李阿姨还跟儿子说 你们放心吧 我好着呢 有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其实 不是日渐老去的父母 不愿意让儿子回来 照顾伺候自己 而是人到中年的子女 也有很多压力和负担的 很多时候 我们做父母 感觉自己老了 既帮扶不了子女的事业 也不帮扶不了子女的家庭 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拖累自己 不给添麻烦 就是对子女最好的支持了 在我们老人 对子女报喜不报忧的情况里 是因为我们 已经无法再给予子女什么了 就不要再给子女在感情上 经济上 增加负担了 他们好好的 我们做父母就心安了 有些时候 父母会显得格外薄情 他们口中的 不耐烦背后藏着的是 不愿意牵绊你的心 但很多子女 是听不懂父母的 这些唠叨话的 柴靖曾说 有些笑容背后 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天下的父母 都在无时无刻 不再为自己的子女拼命 不论是年轻的时候 还是年老的时候 都愿意把自己最好的 给予了子女 只要子女过得好 就过得开心 生活里 我们经常会在社区里 看到年老的人 自己有退休金 却还要减食废品 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多帮扶一下子女 在我们老人的心里 子女的房贷车贷 就是压力 也是一根无形的刺 扎在父母的心里 总觉得子女过得不好 活得不开心 有的老人到了生命的最后 宁愿在家离世 也不愿意让子女 为了救自己的命 搭上一辈子的辛苦 甚至还要举债 为自己付出 有时候 年轻人不懂老人的内心 总觉得老人越老越薄良 没有感情似的 其实 是他们不懂做父母的心 父母在老去之后 为了不打扰子女的生活 不给子女添加负担 无时无刻 不在深情的情绪里 让自己薄情 人生短短的几十年 一闪而过 再回首恍如隔世 即将离去的人们 更担心的是 就此一别再无重逢 如果有一天 你的父母 突然变得薄情 请不要只看表面 或许他们别有苦衷 请不要怪父母的薄情 他们或许也不想这样 只是为了你的以后 不得不如此 父母的薄情 有时候是想让你成长 有时候是不想让你担心 在看似薄情的外表之下 隐藏着父母 对子女最浓烈的爱 和深深的眷念 这一生 无论你走多远非多高 家就只有一个地方 那便是父母所在的地方 新的一年开始了 仅以此闻 致敬天下所有 无私奉献的父母 福寿安康 快乐常伴 故事 六十五岁老人 唯有房友退休金 宁愿一个人过日子 也不找老伴来搭伙 社会上 绝大部分的老年人 他们在丧偶之后 都会选择搭伙的方式 和搭伙老伴 相伴着共度余生 人到晚年 如果不幸失去了 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 平日里 若是有个三病两痛的 身边连个端水 喂药的人都没有 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感觉 是那样的孤独与无助 为了给自己的生活 增添一些乐趣 更为了让自己遭遇 三病两痛的时候 身边有人照应 于是 丧偶的老年人 就有了找老伴的想法 作为老年人 他们普遍认为 找老伴搭伙的方式 最为简单直接 没有结婚症的束缚 两个人过得好就继续 过不好就一拍两散 不牵扯房子 票子和孩子 这样干干脆脆的挺好 可是 六十五岁的吴大爷却说 他有房有退休金 宁愿选择一个人 孤独地活着 也不愿意找一个女人 搭伙过日子 这是为什么呢 听听吴大爷怎么说 吴大爷 我今年六十五岁 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生活 自从我的老伴 因病去世之后 就有很多的单身女性 主动找到我 希望成为我的二婚老伴 那些主动找上门来的女人 我一个都不感兴趣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我老了 毫无男性的魅力 那些主动凑上来的女人 他们根本不是喜欢我这个人 而是喜欢我的钱 退休以前 我是单位里的领导 退休金每个月 有一万多块钱 我的女儿和女婿 在外地经商 他们每次回家 看望我的时候 都会开着豪车 给我带来 很多高级的补品 女儿和女婿 阔绰地做派 加上我本身的实力 导致我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钱多得花不完 付得流油的老头子 由于我有钱的名声在外 于是就吸引了一些 别有用心的单身女人 她们各种找机会接近我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我的第二任妻子 我知道 她们接近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跟着我 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可实际上 她们有所不知 我的生活 并不像她们想象的那样 挥霍无度 平日里 我过着极简的生活 绝对不会多花一分钱 我将退休金的绝大部分 都存了下来 用来抵御财务风险 我最大的财务风险 来自于女儿和女婿 女儿和女婿虽然前些年 挣了很多的钱 但是近几年 她们的生意 一直在走下坡路 虽然不至于亏本 但盈利只是前几年的零头 女儿和女婿不是公职人员 她们的收入 不确定性太大 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事情 我打算尽量多地存钱 已被女儿和女婿生意不顺的时候 帮助她们度过危机 每一个人 展示给别人看的 都是自己风光的表面 我也如此 那些单身女人 看到我风光的表面 纷纷向我靠近 希望自己能够跟着我 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孙阿姨是一个离异单身的女性 比我小二十多岁 今年才刚满四十 自从我老伴去世之后 她就借着关心我的名义 不断地跟我套近乎 她知道我每天起床后 都要去小区楼下的面馆 吃早点 于是就总是在固定的时间 守候在那里 装作和我偶遇 跟我搭话 起初 我没有看出她的别有用心 以为我俩仅仅是偶偶 直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次 我才有了一些警觉 以前 我非常喜欢在楼下的小区里溜弯 现在我再也不敢溜弯 因为每次我溜弯的时候 被楼上的孙阿姨看见 她就会迅速下楼 和我一起溜弯 每次和孙阿姨一起溜弯的时候 我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小区里面的熟人太多 我担心 自己经常跟孙阿姨一起溜弯 会被熟人们误解 于是就再也没有去小区楼下溜弯 有一天 我正在家里看电视 听到有人敲门 我打开房门 只见孙阿姨拎着一大堆菜 笑盈盈地站在门口 我很讶异 问她找我有事吗 孙阿姨说 她好几天没在小区楼下看到我 以为我生病了 所以就来看看我 她说她买了乌鸡 要给我炖乌鸡汤 补补身子 我连忙拒绝 说我的身体挺好的 不需要她亲自给我炖乌鸡汤 我让她将买来的菜 拿回去自己吃 她却不顾我的阻拦 自顾自地进了厨房 一通忙活之后 餐桌上就摆上了四菜一汤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再也没有人给我做饭 看着热气腾腾的四菜一汤 我的心里特别地感动 在孙阿姨的提议下 我开了一瓶红酒 两个人边吃边聊 孙阿姨做菜的手艺确实不错 那顿饭 我吃得格外地香甜 孙阿姨见我吃得很开心 就仗着酒遮面 说了要跟我搭伙的话 她说 她曾经无数次暗示过我 希望自己能够做我的二婚老伴 可我却总是像个榆木疙瘩似的 理会不了她的话中深意 既然我不解风情 那么就只能由她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我连连摆手 拒绝了孙阿姨做我的二婚老伴 我告诉她 我并没有再婚的打算 我一个人过日子挺好的 不想找个人一起生活 听到我这样说 孙阿姨很不理解 她说 我比我小二十多岁 还那么能干 做的饭菜也和你的口味 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说到最后 她居然哭了起来 她说她主动追求我 却遭到了我的拒绝 如果被人知道了 她感觉自己以后再也没脸见人 虽然孙阿姨表现出一副伤心难过的模样 但我的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波澜 我好言好语地将她劝出了家门 在她临走之前 我拿出五百块钱 作为她给我做饭的辛苦费 孙阿姨嘴里说不要钱 手却挺快 迅速将钱接了过去 她的行为 让我越发地认定 她找我的目的 根本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 虽然孙阿姨再也没找我 但是 我又接连遭遇了好几位单身女性的主动追求 很多人羡慕我 说我老了老了 居然还有着如此旺盛的桃花蕴 厌浮不浅 面对人们羡慕的目光 我只能抱之以苦笑 我认为 这哪里是什么桃花蕴 根本就是霉蕴 那些单身女性的追求 已经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 为了躲避她们 我不敢去楼下吃早点 不敢在小区里溜弯 就连买菜 我也像是做贼一样 直到天都黑透了 才去不远的超市里 买上好几天的菜 买好了菜 就赶紧回家 现在的我 认为女人就是祸水 因为我老了 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 将局势牢牢地 把控在自己的手里 女人越是年轻 对我财产的威胁越大 我的思维 跟不上年轻女性的快节奏 很可能会被带进坑里 我老了 不仅记性差 还经常犯糊涂 我的年纪越大 糊涂就会更深 即使我现在有能力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却无法保证 等我老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还能够有清醒的头脑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 我下定决心 远离那些红颜祸水 只有坚守住自己的原则 不让任何一个女人 闯进我的生活 我的钱 才会踏踏实实地 躺在我的银行账户里 不会因为女人的几句甜言蜜语 导致我的钱财改了姓 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说 守住自己养老的资本 远比和女人 轻轻我我来的重要 为了能够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一个女人再婚 我有房友退休金 还有孝顺的女儿 以上这些 都是我安度晚年最坚实的保障 是我晚年幸福的根本 我必须牢牢地守住这些资本 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介入 摧毁了我安逸的晚年生活 高考完了就离婚 男人提出来女人不愿意 子女有家才会有未来 杨将先生说 人过中年以后 聪明的女人 宁愿守着无爱的婚姻 也不离婚 因为她们不再过多地寄希望于男人 而是更好的爱自己 爱孩子 让自己有身材 有气质 有资产 有能力 更有自知之明 让自己成为王者般的存在 给自己安全感 更给自己爱的人庇护 愿我们都能自带光芒 活出光芒万丈的样子 深以为然 看看熟年里的女精英张春梅 就知道了 杂志社的副主编 老公是大学教授 博导 儿子是别人家的孩子 进入重点大学 但因为父母离婚后 开始叛逆退学 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孩子高考完 我们女人也人到中年 需要学会的是放下 多给自己一点爱和空间 成为自己人生舞台的主角 不要再把时间和眼光 都放在老公和子女身上 所以 去年 袁阿姨56岁的老公 在儿子高考完 跟她提出离婚 她却跟老公说 有家 儿子才会有好的未来 老公不明所以 袁阿姨给她老公 讲了三点 有家 对孩子的好处 有家的孩子 内心有温暖的爱 袁阿姨说 人到中年 不是离婚 就能寻找到 自己的人生意义 而是要活成 自己人生的主角 做子女最好的助教 帮扶孩子走上更好的未来 如果子女再读大学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子女的内心会认为 是自己耽误了父母寻找爱 也就是说 父母从没有真正相爱过 自己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意外 一旦孩子发现父母不相爱了 他们的内心会有很大的冲击 会觉得自己是个没人爱的孩子 尤其在看到 父母因为离婚相互接短互私 会让子女觉得难堪 对生活失去希望 所以 有家对于孩子的内心 是有温暖的 在有爱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 会更安心读书 打拼自己的人生 二 父母之间有爱的孩子 会懂得爱别人 熟年里的尼伟强 是因为自己脑子里找了留子 她不想耽误张春梅 而提出离婚 而张春梅在尼伟强有外心时 都没有提出离婚 不过是为了给儿子 一个父母恩爱的家 人就是这么矛盾又自私 尼伟强当年出轨时 都没有提出离婚 却在生病了 用张春梅控制她的生活为理由 提出离婚 不过是想给儿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生活里 有太多单亲成长的孩子 不是不懂得爱别人 而是不会爱 在他们的心里 婚姻就是父母相处的模样 感觉恐惧的就拒绝婚姻 而大多数最后活成了父母的原型 三 有家的孩子更能很好地经营自己的未来 原阿姨给老公讲 自己单位里有个姐妹就是高考完就离婚了 女儿在大四没有读完就抑郁了 每次询问女儿为啥会成为这样的时候 女儿总是用父母都不要我了 我活着有啥意思 如果孩子在即将离开家去打拼自己人生的时候 突然失去了自己最为安全的地方 你说孩子会是什么心情 他的情绪会有多大的波动 还能经营好他的未来吗 家不仅是孩子的根 更是他们人生的后盾 一个连家都没有的小孩子 会觉得自己无依无靠 父母在个自成家 他就更失落了 熟年 原助理 尼斯南大学假期回来 看到离婚的父亲跟自己的学生在一起 母亲跟自己的追求者在一起 似乎自己就是多余的 他离家出走 去找曾经的恋人在一起 还弄出了孩子 若尼斯南的父母没有离婚 家还在 孩子在温暖的家庭氛围里生活 就不会去做出这样的事情 自己还是个孩子 大学还没有毕业 就要有孩子了 未来一眼看到头 袁阿姨说 一晃就老了 别再折腾感情了 好好地各自反思一下 把婚姻慢慢地调整到最初的模样 给自己 也给孩子一个美好温暖的家 其实 离婚不可怕 最坏的结局 就是一个人过日子 可离婚后的余生 又该如何过呢 再找一个 二婚夫妻都是贼 想要再婚对象 对女孩子好 大概率是吃人做梦 可离婚不仅让自己的生活 进入到一个死循环 还会撕开孩子的心灵 留一个残败的记忆 是她往后余生的梦魇 天下没有一个孩子 愿意看到高考后 就离婚的父母 所以 不论男女 聪明的 都宁愿守着 无爱无幸的婚姻 也不愿离婚 因为 到了最后 你会发现 婚姻残酷的真相 就是跟谁结婚 都是跟自己过 况且 与原配在一起 还有共同的孩子 所以 奉劝那些高考完 就离婚的父母 尤其是女人 我觉得可以放一放 先把对方 当成挣钱工具 让自己活成自己的王 不执着于悲哀 不渴望被认可 学会爱自己 保持持续的成长 经济独立 精神风营 让自己成为梧桐 自然会有凤凰来 人到中年 把眼光往回收 养好自己的身体 活好当下的日子 不给养育自己的父母找事 也不给自己生的子女添麻烦 更不要让与你相濡以沫的人悲伤 也许 这样的人生 才有意义 等到老年的时候 幸福也许就是这样 吃着原配老伴做的饭菜 牵手原配老伴 在夕阳落日的余晖里 欣赏美景 孩子是自己亲生的 还有孙辈人 绕西欢愉 吃得下饭 睡得着觉 有个好身体 有个坏记性 跟老伴伴嘴唠嗑 有人做饭 有人等你 还有那熟悉的声音在耳畔 就是人生最美的幸福了 葡萄